欢迎收看IDTV整点新闻 我是书果成 新闻开始 但一看到的是在上周末 两天113年国中教育会考的相关新闻 首先我们有些事情要提醒考生们 只不过大部分考生都应该已经知道了 在下个月的6月7号开始会激发成绩 同时当日早上8点也会开始开放网络来查询成绩 那我们来看一下 讲到国中会考在这一次违规次数 又是如何呢 我们为你整理出来第一天跟第二天两天下来的违规次数 第一横排就是能在这一次违规次数最高的 那么在第二横排就是排名第二最多的一个次数违规次数的情况 好我们先看第一天 第一天第一天可以出来提前跟于是作答就来到了88件 那么同时第二天呢第一天的 这个出现不应该出现在考者上的东西也有来到48件 那么第二天下来数字直接暴增了第二天下来第一个 排名第一的就是一样也是提前跟于是作答就来到了115件这么多 那么第二名的话就是一样也是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在考场上的东西也有来到68件了 那么再来我们关心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一次会考当中的缺考人数又是如何了 我们也为你统整出来在第一这两天下来的两天的所有考科的整个缺考的情况了 我们看到国文在这一次呢缺考人数来到2295人写作呢也要2532人的情况 那么英文阅读跟整个这个听力呢因为在同一段时间在考完阅读之后呢虽然还是会请考生出去 只不过是说不会让学生随便进出考场 所以说两天两个人数是一样的来到2446人 那么数学在这一次呢也是来到2216人的情况 社会跟自然看到社会也是来到2002243人 在整个自然也是有来到2508人的情况 那么看到这些会考讯息之后我们也是要祝福说会考生 不管怎么样这段时间先好好休息等到6月7号成期出来之后 再来关心一下自己在到时候的学校可以选哪一些了 我们再关心的是今天的更多小新的内容